这边挤,那边推,公车到站没多久,民众就迫不及待往前冲,怕慢了一步会上不了车 满满的人潮拼命往公车里塞,车上到底有多挤,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被挤坏的车门就这样整片掉落在路面上,让一旁等车的人看了好傻眼 目击的武汉科大学生表示,当时放假的学生抢着搭车,爆满的人潮,禁联盟都给挤坏 说到挤,北京地铁的夸张景象早已是远近驰名,想要搭车上班的民众每天都像是在打仗 这种通勤上下班真的有如噩梦一场,但要把公车的车门都给挤掉 可以想象得到这另一道有多么可怕 记者送报道